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双方团队就磋商细节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进展顺利 对于被问到中美双方就贸易磋商的通话细节 中国商务部强调磋商进展顺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于孟晚舟案做出回应 表示加拿大将维持一个法治国家 加拿大公民高明凯和加拿大公民迈克尔 涉嫌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证实中方依法审查两名加拿大的公民 并对两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投条新闻聚焦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13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19年的经济工作 并且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2019年的党风连阵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改革开放继续深化 各项宏观调控目标可以较好完成 三大攻坚战开具良好 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 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进一步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 提振市场信息 会议强调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 增强优患意识 继续抓住并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坚定信心 把握主动 坚定不宜办好自己的事 要保持战略定力 注重稳扎稳打 加强协调配合 会议并强调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全面从严制党依然任重道远 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锦定不敬畏 不在乎 喊口号 装样子的问题 坚决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此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中央纪委2018年工作情况 和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11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的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以及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强调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五党派人士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 对经济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引导所联系群众坚定战胜困难 为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王沪宁 韩正出席座谈会 李克强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 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 大家充分肯定了 今年以来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就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习近平指出 一年来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自觉把履职思路和工作重点 聚焦到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等问题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提出意见和建议90意见 为中共中央决策和实测提供了重要参考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大家表示诚挚感谢 习近平强调 明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统筹推进五位议题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会民生 防风险工作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不断取得更扎实成果 习近平希望大家 按照中共中央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围绕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 查实情 见证言 献良策 大家要履行好民主监督职能 做好思想引导工作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要协助党和政府 做好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的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为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中国商务部 13号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 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美双方团队 正就贸易磋商细节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进展顺利 至于中方是否已经开始 大量的进口美国的大豆 调低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关税等问题 高峰没有直接给予准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磋商牵头人刘鹤 11号与美国财长姆努钦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电话 商务部周四例行记者会 被未到通话细节 磋商进展情况 发言人高峰指示强调 磋商进展顺利 双方就下一步 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 中美双方团队 就磋商细节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进展顺利 如果有进一步的细节 我会及时的通报 高峰不评论 华为副总裁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捕事件 对中加贸易 中美贸易磋商的影响 而对于美国总统 特朗普日前接受专访表示 中国正在考虑 很快将进口美国汽车关税 调降至15% 中国也正在开始 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就没有直接证实相关消息 农产品 能源 汽车 等是中美双方 已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 具体细节将陆续公布 大豆一直是中国进口 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品种 国内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如果有进一步的细节 我会及时的通报 高峰强调中美双方 目前就贸易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 中方欢迎美方代表团 来华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 同时中方对赴美进行沟通 也保持开放态度 商务部13号还公布了 前11个月内地吸引外资的情况 新设立的外资企业 54703家 同比增长77.5%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932.7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1.3% 而11月单月 使用外资金额 26.3 凤凰问世 霍卫卫 刘健 北京报道 下集回来看国际专列 李克强会见二瓜多尔的总统莫雷诺 欢迎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童小林等人 登门拜访获准宝市的孟晚舟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前往比利时出席欧盟峰会 磋商英国脱欧问题 游说欧盟让步 没回到时事直通车 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温哥华的时间11号获释回到了住所 另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2号对于孟晚舟案做出了回应说 加拿大将会维持一个法治国家 孟晚舟获释后居住在自己与丈夫 在温哥华西区28节的一处别墅 周围环境十分安静 门口有保安24小时监控 根据孟晚舟律师在保释聆讯中的陈述 孟晚舟在保释期间将与丈夫共同居住在此 并将申请女儿转学到温哥华共同生活 孟晚舟在申请保释期间别墅曾被多人闯入 但无人受伤 而保释成功后 她的住所有大批媒体记者在门口守候 且时常有华裔邻居上前打探情况 也希望她能够这个事情能够平平安的能够解决 也希望不要牵涉太多政治方面的事情 因为毕竟作为华人嘛 也希望每一个华人都能够在平平安的 去促进 所以我们就在想 这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事情将会对我们中国人民和那个加拿大人民中间的友谊 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除温哥华28街价值560万家园的别墅外 孟晚舟夫妇在温室还有另一处房产 根据法庭记录价值1630万家园 县别墅外也已安排保安人员巡视 法庭要求孟晚舟在2月6日再次出庭 以做出有关引渡的聆讯安排 目前加国并未收到美国的引渡请求及证据 而本周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如果干预华为高管被拘役一案 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利 或有助于与中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 他愿意这么做 本周三加国总理特鲁多也做出相关回应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孟晚舟一案的评论 加拿大总理在周三就表示 无论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 加拿大将维持一个法治国家 而根据两国间的引渡协议 孟晚舟需在两国均被裁定犯罪 才有可能被引渡 凤凰卫视祖克勤李东尼黄山温哥华报道 中国驻温哥华的总领事 佟晓琳等人12号的早上 登门办访获准保释的孟晚舟 从媒体拍到的照片可见 孟晚舟笑着挥手 与佟晓琳及吉他领事馆人员道别 据报童晓琳等人士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 捧着一束鲜花和一盆兰花登门拜访 孟晚舟开门迎接并接过鲜花 童晓琳等人在屋内逗留了一个多小时 他们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就上车离开 有孟晚舟的司法和保安团队人员表示 孟晚舟精神不错 随后她在保镖陪同下离开住所 前往办理保释手续 孟晚舟获保释后发出第一条朋友圈表示 已回到朋友身边 感谢外界关心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德梅尔12号表示 引渡孟晚舟到美国的司法程序仍在继续 但是她表示针对孟晚舟的起诉 并非贸易谈判的工具 在听证会上 有参议员形容总统特朗普暗示 愿意介入案件的言论 非常危险令人不安 美国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以及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 共同出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 就所谓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行为作证 华为案件成为了司法委员会听证的焦点之一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德梅尔 拒绝透露案件的细节 但他表示引渡孟晚舟的程序仍然在进行中 德梅尔还强调 司法部的调查并非美国政府的贸易工具 德梅尔 德梅尔称在过去九个月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提出的相关起诉 是经过多年的调查 自2011年到2018年 九成以上美国司法部针对经济间谍的起诉 都与中国相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如果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或者帮助美中达成贸易协议 他愿意出面介入孟晚舟案 但当天民主党议员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不安 并且认为这样的言论有损美国司法部门的形象 His suggestion that he would intervene to block ac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either in that extradition proceeding or in the underlying criminal action is extremely disturbing to me and I think it may be to others in the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the idea that the President would intervene 在听证会上布鲁门塞尔还指出 对于从事经济和网络犯罪的外国嫌疑人 美国要将他们进行逮捕 并且最终实现定罪难度相当大 因此他对于美国司法部 对孟晚舟的起诉的必要性提出了疑问 父皇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孟晚舟获得保释之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首度公开回应整体的事件 强调家国将会维持法治国家的标准 言下之意将不受政治力的干扰 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 宋忠毕先生来点评和分析 宋先生你好 小丽你好 我们听到了加拿大总理的说法 就是会用法治国家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不论这个案件的发生 从发生开始到现在报保释 到所有的时机和做法 让人不得不留联想的政治力的干预 你怎么看后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确实就像你所提到的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法律事件 完全是上升到一个政治事件 包括特朗普的表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的话 非法拘禁孟女士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法治国家的目标 也并没有什么法治精神 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通过子虚乌有的这些所谓证据来进行拘留孟女士 这本身就是背离法治精神 包括从加拿大包括美国方面已经指出就是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的话现在在引渡程序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这是一方面 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没有法治国家的精神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孟女士已经保释 但是我们知道保释之后的话 还有非常严苛的这种监管的手续 可以说孟女士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本身也是侵犯人权 这本身还是侵犯了其他国家的所谓法治精神 这也表明加拿大在法治的精神上 并没有像它所标榜的是一个人权的社会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 就是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全世界最早设立反垄断国家的 反垄断法律的国家 但是我们知道把华为排斥在加拿大包括其他国家之外 恰恰是违反了自己所设定的反垄断法 造成了不正当的竞争 这些东西都是背离了法律精神 所以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的话 下面应该做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还孟女士自由 要完全的自由 另外就要针对自己背离法律精神 要实施道歉 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需要进行赔偿 因为从孟女士的角度来讲的话 她是高管 无论是身心还是对华为公司的损失 都需要给予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些问题恰恰是加拿大应该回答的问题 小李 好的 谢谢宋中平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来看其他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13号证实 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凯 以及加拿大的商人迈克尔 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在10号被依法审查 中方正对两个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加拿大公民高明凯和加拿大公民迈克尔 涉嫌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 分别于2018年12月10日对上述二人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陆康说 北京市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正分别侦办案件 以分别向加拿大方面通报 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得到保障 被问到康明凯和迈克尔被查 是否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案有关时 陆康强调中方是依法依规采取行动 稍早前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 中国长安网也发布消息日 迈克尔因涉及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10日被丹东市国安局依法审查 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迈克尔在丹东经营朝鲜文化交流业务 他早前向加拿大当局表示被中方问话 加方之后与他失去联络 正设法了解他的下落 会继续向中国政府查询 报道指迈克尔经营的公司 曾经帮助前NBA球星罗德曼访问朝鲜 并一同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 迈克尔2005年在平壤住过半年 在一所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办的学校担任教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3号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 二瓜多尔的总统莫雷诺 李克强表示欢迎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也期待莫雷诺的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的持续向前发展 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莫雷诺 欢迎他来华访问 在会谈中李克强高度评价两国关系 认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为双方带来切实利益 造福两国人民 他还赞赏这次莫雷诺总统访华期间 双方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以及系列合作文件 再次欢迎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推进基建产能农业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并欢迎俄方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刚刚度过英国执政保守党内不信任投票一节的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也没有心情庆祝 13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出席当天下午举行的俄盟峰会 这期的会议将主要就英国脱欧的问题进行磋商 据外媒的报道 特雷沙梅确认她将会在2022年英国大选之前失职 特雷沙梅周四一早离开唐宁街赶往布鲁塞尔 希望从欧盟那里争取一些让步就北爱边界后卫计划得到政治和法律保证 以便脱欧协议得以在议会通过 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欧盟领导人会对协议做出重大修改 峰会前特雷沙梅分别会晤了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人 德国外长马斯周四在国会重申 脱欧协议是公平的不会再做出澄清 她说特雷沙梅幸免于不信任投票固然令人欣慰 但这不能得出结论 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的情况有所改善 与保守党组成少数派政府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对目前脱欧草案当中关于北爱尔兰的边界的担保方案争议颇多 特雷沙梅接下来还将会面对脱欧协议当中的诸多棘手问题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在特雷沙梅叫停了原本应该在国会下院举行的关于脱欧协议草案投票之后 向特雷沙梅提出要求 北爱尔兰边境担保方案必须从脱欧协议中移除 因为有反对者担心如果担保方案不设截止日期 将为英国带来滞留欧盟的风险 并且北爱尔兰不希望被英国政府区别对待 有专家指出目前阶段关于脱欧协议 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已经散告一段落 特雷沙梅不太可能会为北爱尔兰的诉求与欧盟重开谈判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接下来也不一定会继续支持 由特雷沙梅领导的政府 在爱尔兰边境问题上的胶着 也意味着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将加大 目前英国政府是由保守党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共同组成的少数派政府 一旦失去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 对保守党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此外英国最高法院13号上午做出裁定 苏格兰政府有权对其脱欧法案进行独立立法 一向反对英国脱欧的苏格兰民主党领袖表示 如果在野党工党向县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那么苏格兰民主党将会全力支持 他还提议与工党合作启动再次公投 让英国民众有机会选择继续留在欧盟 根据英国国会制度 下次英国大选将在2022年举行 但是由于目前国会在脱欧问题上陷入僵局 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凤凰卫视人数月张顿伦敦报道 韩国和朝鲜双方代表13号在开城举行工作会议 讨论铁路和公路对接项目的开工仪式的相关事宜 另外海国的媒体报道说 总统文在寅向美国请求对于他的专机给予制裁豁免 新马台就表示报道不属实 韩朝工作会议在开城朝韩联络办公室内举行 双方就举行动工仪式的场所日程方式和参加人员等进行讨论 韩方早前表示要在铁路与公路联合调查全部结束后 才举行动工仪式 不过有消息称东海线公路联合考察 并非开工仪式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韩国媒体报道 根据美国行政命令任何访问过朝鲜的飞机 在180天内都会被禁止入境美国 总统文在寅由于早前曾负平壤 所以在9月访问纽约时就曾请求美国对专机给予制裁豁免 报道更称因为被制裁 文在寅早前到阿根廷出席G20峰会时就没有经由美国 而是选捷克当作中转站 清瓦台13号就表示报道部署时 文在寅经捷克除了方便专机加油代表团适应时差外 也与捷克领导人会晤开展首脑外交 强调与对朝鲜制裁毫无关系 此外根据韩年社报道 韩国海军13号起一连两天 在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独岛 即日本称为主岛及周边海域 进行例行防御演习 演习规模与去年相近 包括3200吨级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等5至6艘舰艇 P-3C海上巡逻机 F-15K战斗机等4至5架战机参演 凤凰卫视总华报道 下集回来看两岸和港澳的消息 在台湾韩国瑜引发的寒流效应 继续发挥 选后观光人潮涌入高雄市 但临近的城市并未受惠 蔡英文和台北市长柯文哲会面 双方互动冷淡 柯文哲直言市场政治秀 香港友好协进会访机 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会面 谈及香港发展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韩国瑜引发的寒流效应 选后持续发酵 近日观光人潮不断的涌入高雄市 但是在临近的县市 即使是官方推出了旅游补助措施 仍然难以挽救观光颓势 随着分析 关键是在于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 韩国瑜选前高喊拼经济 选后还是就任 经济荣景已经浮现 来啊 来啊 赶快加油 加油 萝卜也有啊 拼经济 拼经济 拼经济大家加油 高雄加油 韩国瑜在竞选期间 力推高雄出产的白玉萝卜和香蕉蛋糕 现在都变成抢手货 还有韩国瑜的支持者自掏腰包 购买超过百分的粽子和米糕 让业者发放引发人潮和前潮 高雄观光前景看好 但临近的屏东县 情况截然不同 大概跟往年比起来 差了将近一成 而且这个数据来看 我们在当地的同业来讲 还是受损的最轻微的 跟去年相比 其实营收少了百分之十左右 那大概十%的话 营收大概是六七千万左右 蔡英文政府上任后错误的两岸政策 导致两岸关系激动 大陆游客赴台人数锐减 蔡政府在酒和一选举前夕 推出旅游补助方案 但酒店业者仍无感 学者指出 关键就在蔡政府无法放下政治意识形态 只要你不用政治意识形态去干扰的话 本来互动就会很频繁 本来作为一家人的人 就会想到亲戚家去看看 所以确实两岸关系不打通 观光市场是很难有好的发展的 韩国瑜选前选后不断重申 九二共事拼经济 25号他就任高雄市长后的寒流效应 各界都在关注 凤凰卫视兰镜图王世凯 台北报道 台湾地方选举落幕之后 领导人蔡英文宣布将会和六都市长当选人 个别的见面 13号安排的首站是和五党级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会面 双方现场互动冷淡 柯文哲更是直言 这是一场政治秀 自己只是套好招按剧本演出 在台湾政坛关注下 蔡柯惠13号下午登场 台北市长柯文哲 顶着冷风迎接蔡英文 握手微笑 做足礼数 吸引媒体抢拍 但良好互动到此为止 听取简报过程中 两人眼神零交集 几乎没有互动 相敬如兵的气氛 一路从场外冷到室内 幕僚看不下去 地上小纸条 才得以缓和 陈水平时代的议题一直到今天 那我认为 我认为市政务现在这个方案是 外界解读 蔡柯惠用市政议题做包装 其实是蔡英文放低姿态 寻求重启绿白合作 为即将登场的立委补选 甚至2020大选释出善意 但民进党卑躬屈膝的态度 柯文哲明显不买单 全程严肃以对 毫无效益 会后更直言 这根本是场套好招的政治秀 我通常放轻松的时候 就乱讲话 所以我的幕僚都告诫我说 你不要乱来 他们都有先协商了 说他讲什么都套好招的 所以 所以我都 我是很乖的按照剧本演 蔡柯惠一个半小时 事前号称全程公开 但过程中 蔡英文与柯文哲 还是消失在媒体镜头前 整整十五分钟 虽然否认谈及合作 但仍受外界关注 绿白在合作的可能性 显然柯文哲给了一个软钉子 凤凤华卫视 卢冠飞 陈文堂 洪志文 台北报道 由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友好协金会会长 唐一年率领的70人代表团 13号开启了一连两天的访金行程 上午他们首先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主任 张晓明会面 唐一年表示 张晓明希望香港的社会各界 能够继续的支持中央政府的施政 进一步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这时唐一年今年六月出任 香港友好协金会会长以来 首次社团访金 团员包括港区人呐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以及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唐一年表示 与张晓明会面近一个小时 谈及了香港很多方面议题 包括继续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唐一年还引述张晓明讲话 表示希望香港社会各界 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中央政府施政 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他也都是希望 我们在社会建设 各方面能够进一步加把努力 我们都当然会得 我们香港的未来发展 我们怎样可以进一步 强化我们香港的社会制度 我们大家都一定会继续努力 唐一年还表示 未来将继续团结香港社会各界 为国家发展香港发展做贡献 凤凰卫视杨湘成 叶博健北京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 驳回一地两检司法复合的申请 裁定高铁一地两检的条例 符合基本法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周嘉明 在判词中指出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国家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 决定政策是否符合基本法 和一国两制原则 人大常委会也可以透过颁布决议的方式 来行使权力 因此人大常委会通过并批准 一地两检安排的决定 对香港法院以及内地政府机关 都具有约束力 而且根据基本法 香港实施高度自治 香港有权立法在高铁西九龙站内 设立受内地法律管辖的内地口案 法官还指出 一地两检有利于香港整体的利益 虽然并非制定基本法时可以预见的问题 但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香港特区政府一方也强调人大常委会有司法权 法庭不能无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一地两检显示香港与内地制度不同 清晰地体现出一国两制的原则 将内地口案区视为内地范围 既符合需要 也保障了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 因此法官裁定 一地两检条例合线 驳回一地两检司法复合的多宗申请 香港特区政府是通过三步走程序 完成在广山港高铁西九龙总站 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 在与内地签署相关合作安排之后 于去年年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通过 一地两检条例草案 今年6月14日在立法会三读通过 并于同月的22日刊线生效 丰厚卫视梁华香港报道 下期带您关注是南京大屠杀 81周年南京举行国家攻击仪式 全城鸣敌为死难者默哀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欢迎回到时事直通车 13号是南京大屠杀81周年 也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成 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国家攻击仪式 上午10点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中央广场 仪式首先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0点01分 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同时现场及南京全城鸣放警报声 随后国家仪仗队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竞献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成发表讲话 战争是一面镜子 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 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可贵 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永远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王成海表示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中日关系稳定发展 符合双方利益 双方要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 共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贡献 随后81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了和平宣言 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中 仪式最终在3000支和平歌的棒堆中结束 在国家公祭日当天 南京还举行了世界和平法会和烛光祭等活动 全国的抗战纪念馆和博物馆也同步举行了悼念活动 凤凰卫视 黄达亮葛静 南京报导 而香港特区政府13号举行了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纪念仪式 悼念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清华战争当中的死难者 同一天也有香港的民间团体自发的举行悼念活动 几年仪式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举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司法机构代表 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及立法会议员 袁东江众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等出席了仪式 出席人士默哀两分钟 林郑月娥向死难者自宪画圈 其他代表随后也上前向死难者鞠躬 并签署纪念册 有参与疑似的学生者会记住这段历史 希望不要再有战争 这类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上是既有影响力的 我自己是觉得在南京大头萨里面 当时的日本是很过分的 我们中国人 之后我是很心痛我们死去的那些中国人 希望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好似 南京大头萨这件事的灾难 希望世界会和平 在国家公祭日这一天除了官方的纪念仪式 也有香港民间团体自发举行盗炼活动 主办方表示活动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国家过去苦难的历史 和今天和平繁荣的来之不易 也希望借此唤起香港人的国民意识 凤凰卫视陈水华香港报道 来看其他的消息 埃及人民议会第一副议长谢礼夫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专访 谢礼夫积极地评价 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 为自身与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来看我们制作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系列报道 埃及人民议会第一副议长谢礼夫 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这是他首次接受华为媒体的专访 谢礼夫认为中共十八大后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同时又面临全球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 谢礼夫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于 这会迎难而上 克服挑战在全球性问题上 继续发挥电视性作用 从普通的情况下 这些事件是有可能的 但这些事件提供更多的事件 我们确定 结束采访时谢礼夫表示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希望通过凤凰卫视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 日国理政智慧的敬意与敬佩 谢礼夫还表示 中国过去40年的宣盟发展 政治改革开放的成果 中国的成功经验也成为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 学习和借鉴的模样 而中国日益强大的同时也在帮助非洲发展 正如过家主席谢金平所说 苏菲双方寄予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 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供应之路 凤凰卫视阿亚张鹤埃及开了报道 最近消息来看来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中国内地的护身股市放量上升 市场憧憬 近日将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会重点的加大基建投资 鼓励市场做多气氛回暖 两市成交回升到了超过3000亿元 户指收盘上升了1.23% 深沉指责上升了1.43% 香港股市也受到了憧憬的带动 加上外围的股市转强 刺激了恒生指数 收盘上升了1.29% 至于台湾的股市温和收高 隔夜美股上升带动了区内的股市走强 提振了价券指数 收盘上升了0.43% 节目最后带您关注的是天气的消息 花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等地区的 大气扩散条件较差 有氢至中度的霾 局部地区有重度霾 而中东部地区的气温 逐渐的回升 至于详细的天气情况 交给西向主播杨姐 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战 今年冬天 我们国家的首场寒潮 是让大江南北都体验到了寒冷的滋味 不少城市是迎来了出雪 并且进入到真正气象意义上的冬天 身边有朋友就说 这大雪节气更像是大寒节气 感觉像在三九天了 好 在眼下随着寒潮影响的结束 全国大部的气温都开始回升 其中在北方升温速度比较快 幅度也不小的 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济南 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六度 和常年可以说是同期来看旗鼓相当 不过与此同时 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西部 以及关中平原等地 由于低空转为偏南风 大气扩散条件转差 所以明天会有氢到中度霾 大家出门需要做好防护 明天在南方降水不多 其中在江淮一带会率先迎来 气温的回升 大城市当中像上海 明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11度 湿冷的感觉会有所缓解 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 具体的天气情形 北京情零下7到3摄氏度 哈尔滨情零下19到零下7度 长春情零下19到零下6度 沈阳情零下19到零下3度 天津情零下5度到5度 湖河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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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阴4到8度 重庆阴7到11度 贵阳阴零下1度到9度 昆明多云8到18度 太原多云零下15度到2度 石家庄晴零下5度到4度 济南晴零下5度到6度 郑州多云零下5度到5度 河肥多云零下3度到9度 南京多云零下2度到9度 上海多云4到11度 武汉晴零下3度到9度 长沙多云2到10度 南昌多云2到10度 杭州多云2到10度 福州阴10到16度 台北小雨16到20度 南宁多云7到14度 海口小雨15到20度 广州多云10到17度 香港多云13到18度 澳门晴12到18度 说到双子座流星雨是非常适合普通大众观看的 因为它不需要天文望远镜 只用肉眼就能看得到 那从明天晚上到后天天亮之前 双子座流星雨呢就将迎来极盛期 只要夜空晴朗 大气清晰度高 北半球的小伙伴们就都能观测得到 这次双子座流星雨数量不少 每小时的数量可以达到100颗 而且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在后天凌晨 金灿灿的起明星 也就是金星 将陪伴大家观赏滑破夜空的双子座流星雨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呢 有兴趣的话 不妨一起计划起来 好 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的 具体的天气情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也感谢您大臣 时事直通车 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 请浏览凤凰网 凤凰新闻客户端 公元2018年12月13日 吴小丽在香港 祝您平安 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